大家好,我是命运的乐章 与军方激进派斗争的胜利 似乎并未伤及幕后黑手丝毫 关于帕拉蒂斯的谜团只增不解 然而,基地内源自德国布莱梅的设备信息 如同断点截获的中间代码 却是暗潮之下的帕拉蒂斯崭露一角 安杰和指挥官将要相继远赴德国 通过这冰山一角的线索 逆向回溯,一窥冰山全貌 结束了潜艇基地的敖战 指挥官终于回到了新基地 克鲁格也成功出狱 在庆祝宴会上 克鲁格与指挥官久违地重逢 格里芬能留存至今 指挥官功不可没 克鲁格为指挥官准备了绿区的户籍卡 如果想要脱离斗争的漩涡 随时可以选择离开 然而目睹了太多炼狱图景的指挥官则心意已决 不希望这些人间惨剧再度发生 与卡塔派的战斗并不是最终的胜利 事情还远未结束 次日指挥官连线哈维尔 总结了潜艇基地的事宜后 哈维尔告知指挥官 安杰正在根据潜艇基地线索 与德国布莱梅调查 希望指挥官并行协助 哈维尔将情报文档放送给指挥官 威廉试图染指铁血残留技术 丹德莱分析给出了数个高价值目标地 指挥官派遣AR小队丹德莱和建筑师出发 前往第一处资料指示的黄虚村张搜寻情报 同时这里曾是建筑师的辖区 附近出现了计量官的目击报告 尽可能将其抓捕 而远在德国的布莱梅城郊 安杰甩开眼线后与伍逆河流 进入格力墙与K会合后 安杰与此次德国之行的协助人 乌尔利赫主席进行了会谈 双方有着针对帕拉蒂斯的相同目标 乌尔利赫表达了自己的善意和支持 除了安全物外 还安排了政府安保人员霍普斯 和主席秘书莫里鲁 进行人事便利的协助 安杰留在安全屋 等待下一步情报的指示 在格里芬一侧 尔小队抵达了第一个目标地 一处黄区人类村庄 此处已经是和塔林近乎一致的人间猎狱 一番侦查后 众人搜寻到了一些写着德文的民用物资箱 这位官将物资箱的信息上报哈维尔 后续行动中 尔小队与几粮官的部队遭遇交战 建筑师趁乱脱离队伍 试图单独劝击粮官 然而劝项未果 建筑师在一对一战斗中落败 几粮官逃脱 获取了足够多的情报后 小队行动就此结束 随后安杰收到了哈维尔的情报 黄区屋子乡的来源地 指向了布莱梅·弗洛拉植物研究所 安杰领队前往兵分三路开始调查 而PK-16与AK-12调查花田 然而花田仅是外包 调查并没有什么进展 随后伪装成花田管理者的国安局特工J 与两人会面 J告知了两人近期调查结果 研究所很可能是个埋伏 联络K的增援后 众人向研究所回防 连94与AK-15绕行研究所后门 渗入不对外开放的区域 破解暗门后 两人发现了辐射昙花的研究室 并检测到大批武装部队 94立刻联络安杰撤退 同时交火牵制扶军 安杰、霍普斯和莫利朵正面进入研究所 研究员雷奥尼进行了接见 雷奥尼态度冷漠 一番交涉并没有问出什么结果 四周诡异的气氛也引起了安杰的警觉 诺大的温室只有雷奥尼一人工作 安杰对雷奥尼发起追问 正在此时接到了94的通讯警告 雷奥尼启动了早已摄服的花粉喷雾 安杰陷入了强烈的幻觉 AK-12回防突破了外围的封锁 及时阻止幻觉中准备胡乱开枪的安杰 而RPK-16则绕道围堵了落荒而逃的雷奥尼 对他进行了折磨审问 至此RPK-16分析出了行动的异样之处 安杰的行程完全是临时决定 却中了埋伏 身边很可能安插了内鬼 但是弗洛拉的防备却如此松懈 雷奥尼甚至连忤逆的存在都毫不知情 显然已经被幕后黑手当了弃子 RPK-16将这一切告知了雷奥尼 成了压死绝望者的最后一根稻草 雷奥尼交代了资料的位置 试图趁16获取资料时偷袭 然而手枪弹对携带防弹插板的人形毫无作用 资料早已被清空 其他人赶到交换情报后 将雷奥尼移交国安局众人折返 指挥官派遣404小队前往第二个目标地 与安娜记忆相关的泽拉图伍斯特药厂救治 调查途中遭遇了流亡的破坏者和梦想家 为了寻找新的夏家 两人将安娜劫走试图逼问帕拉蒂斯的情报 眼见审问无果 梦想家拿出药厂搜寻到的镇静剂 却唤醒了安娜的记忆 吓得他昏迷和抑郁不停 404及时赶到有惊无险地夺回了安娜 安娜回想起曾经被偷运的记忆 和那个名为鲍威尔的中介人 404返回后 情报传递给安杰 众人前往与之相关的伯利孤儿院进行调查 连夜暴雨导致行程推迟一小时 安抚孩子们后 众人前往会见院长 然而打开房门 发现院长已经死亡 安杰立刻命令所有人退后 记录现场的情况 莫里朵联系警方武尼小队 分散调查孤儿院周遭 94在外围调查时 跟随脚印发现一处防空警 却突然遭人袭击被推入井内 孤儿院内 在与院长最亲近的小女孩 携带的布安偶中 安杰找到了院长藏下的关键情报 结合通宵调查的细节 安杰明晰了事件的全貌 院长曾被鲍威尔蒙骗参与美梦香的贩卖 当他知道一些孩子意外死亡时 他才逐渐了解事情的真相 悔恨不已 然而周围的人都以为德独党买通 自己也无力脱身 只能借助安杰之行 以赎罪的心态自我了断 借此暴露孤儿贩卖渠道 由国安局来保护这些孩子 而孤儿院的警卫安德鲁 正是监控院长的德独党眼线 94也是被推下井里的 安杰召集众人宣布结论 被拆穿的安德鲁狗急跳墙拔枪攻击 安杰被伪装成杂业的J救下 霍布斯立刻开枪击了安德鲁 天色见亮 警察们开始善后工作 事情也接近尾声 避开其他人后 安杰与J私聊 院长的遗述是伍逆根据笔出印记还原的 而不安偶中留下的真正线索 则是一份鲍威尔相关的银行账单 根据前日整理的情报 德独党为帕拉第斯提供儿童 而鲍威尔极可能是合作的执行人 4日 安杰率队前往布莱梅难民区抓捕鲍威尔 针对他活跃的三处地带 安杰计划兵分三路 忤逆两组 四名人类一组 果然刚进入难民区 三组小队同时被眼线跟踪 各组社服处理掉首播眼线后 安杰四人先行潜入鲍威尔藏身的教堂 分开唯独两个出口 而安杰接近时 另一侧的J与霍布斯遭遇嫡袭 一轮交火后 鲍威尔借助直体向地下室转移 等待事物分发的难民开始向教堂靠近 12与94警戒教堂 外围的15和16再次跟踪上移动的鲍威尔 同一时间 德督党也开始了收尾行动 转移后的鲍威尔煽动难民仇恨 将安杰和德督党描述成略多 他们仅剩资源的入侵者 煽动者混入难民队伍配发武器 暴动开始 德督党的防茂人形也向教堂压来 无差别攻击 高度协调的行动明显是离音外合 安杰事前早有准备 随后两队忤逆假装被伏击战死 安杰等人跳窗逃离 此时街道漂浮着弗洛拉研究所一样的黄色粉尘 甚至出现了夜妖ID感染者尸体 帕拉第四也无疑开始了行动 三方混战激烈地进行 鲍威尔防备无力 折返教堂 安杰向教堂围堵 鲍威尔在地家室与德督党遭遇 扔出黄色粉尘 将两名护卫转化为感染者拖延 自己借案门电梯逃上二楼 却被安杰堵了个正着 正准备实施抓捕时 霍普斯终于露出了德督党内鬼的真面目 J早已被他击晕 德督党士兵也从电梯上来接应 可是螳螂捕缠黄穴在后 AK15破墙而入 配合RPK16将三人制服 随后K的增援赶到 将霍普斯和鲍威尔交付国安局后 抓捕行动告一段落 然而弗洛拉销毁的资料 鲍威尔幕后的接收人 以及难民去的黄色花粉 仍未抓到帕拉第四的马脚 经营安杰的直升机抵达 J苏醒过来 在安杰临行前 暗示了他莫利朵的可疑之处 安杰和莫利朵登上了直升机 安杰试探性的言语拆穿 最后拔枪威胁 终于使莫利朵露出了真面目 原来他才是帕拉第四的卧底 这当飞机的终点也并非市政府 然而莫利朵战斗能力极强 安杰落入了下风 正在此时 安杰叫出了早已替换掉驾驶员的AK12 开枪击伤了莫利朵 安杰奔向刘太一命审问情报 而莫利朵趁两人稍微松懈 以承认无法理解的速度 拆下飞机座椅扔向两人 安杰匆忙防备 莫利朵搬开了飞机门 将第二个座椅扔进了螺旋桨 飞机失去平衡摇摇欲坠 莫利朵趁乱跳河逃生 莫利朵跳机逃生后 被帕拉第四的经营涅托纳西斯叫走 国安局在拉贝河下游搜索无果 安杰对接的任务 交给另一名斯塔西特工莱特 而安杰也因难民区的越界行为 被押往柏林审问 以谋害政府官员为借口 安杰遭受了严刑拷打 审问中途 突然接到的政令 要求释放安杰和伍尼 让他们安置在国安局给定的公寓 次日 AK12和RPK16 整理了关押期间的情报 莫利朵下落不明 在他的居所 找到了熟悉的洋方照片 而近期 柏林社会动荡严重 游行此起彼伏 误会为安杰解围的人 发来消息 邀请安杰 前往旧城区 密尼网猫头鹰酒吧 讨论帕拉蒂斯之事 几经波折后 安杰抵达目的地 会面者则是格里芬 与克罗格的创始人之一 格里芬·莱恩爵士 格里芬表明了来意 帕拉蒂斯正在柏林 策划一场大型恐怖袭击 雷奥尼也被秘密押送柏林 他游说柏林政府释放安杰 希望帮忙调查 同时指挥官也会赶来协助 安杰离开酒吧 莱特接应他与J和伍尼会合 安杰将会谈内容告知众人 而莱特已经预先进行了调查 雷奥尼以奇怪的理由被保释 目前位于柏林加拉提亚疗养院中 另一侧 克罗格将格里芬的任务告知指挥官 格里芬因辐射病和过度劳累住院 指挥官带上单的来 与AR小队一同奔赴柏林 根据情报 柏林市郊的柏林村 目击到莫利斗的行踪 实际以为白教思想渗透 指挥官伪装成难民罗宾混入村子 建村纪念日当天 指挥官目击了能够治愈辐射病的圣女马赫连 丹德莱伪装成富人混入 发现富人赞助 只是为了玩弄圣女 在马赫连被狂热的富人围堵呼救之时 指挥官忍无可忍 徒手拆掉房间后门 丹德莱协助两人逃离博文村 指挥官与AR小队会后突然发现 马赫连与莫利斗的相貌别无二致 开始警觉的马赫连被SUP2及时打晕 丹德莱赶到后 众人驾车撤离 大批帕拉迪斯出现追击众人 车贷重担 只得汽车逃跑 且战且退 但惊良觉之时 格里芬十九小队帕罗莎的通讯接入 告知指挥官帕拉迪斯不会进入市区 在德林加和沙维奇的支援下成功撤退 在帕罗莎的引导下 众人来到了市区内的十九大厅 解开机关进入大厅 格里芬的全息投影出现 指挥官汇报了任务情况 帕拉迪斯十分重视马赫连 但他目前可能与莫里朵并非同一人 格里芬肯定了指挥官 希望继续调查 会谈结束 指挥官收到了安杰的消息 邀请他下午三点在命连晚猫头鹰会面 安置好马赫连后 指挥官与耶尔小队出发 指挥官抵达酒馆 充分交换了目前的情报后 两人分头行动 抵达疗养院后 恰逢加拉提亚集团的受雇医师格雷接受采访 而他的名字赫然列于弗洛拉合作的名单中 安杰在洗手间堵截格雷 旁敲侧击和正面恐吓 都为格雷应对的滴水不漏 被格雷警告过的雷奥尼 也掏不出任何情报 一无所获的安杰 指的是吐从鲍威尔寻求突破 来到柏林监狱 一顿暴打就让鲍威尔吐出了有用的情报 雷奥尼幕后之人 很看重他隐秘的置换机研究 鲍威尔把近期监狱流行的置换机盒子 递给了安杰 离开监狱 AK-15据此查到了货品的来源 由于斯塔西仍不能完全信赖 安杰对莱特隐瞒情报 众人折返公寓 指挥官返回后 马赫连已经苏醒 然而审问并不顺利 正在此时 丹德莱进入房间 认出尼莫金素体的马赫连陷入绝望 以为指挥官是帕拉第四的人 心智空间开始崩溃 丹德莱立刻骇入阻止 马赫连晕倒在一旁 丹德莱和AR-15进入心智空间 勉强读取了几段记忆 在最后一段中 涅脱们通过阿依索之辖 执行了帕拉第四的简计划 布林城内接二连三的发生爆炸 辐射花粉迅速扩散 指挥官把这段影像汇报给格里芬 为了得到更详细的情报 丹德莱与数名人行协力筛选 查找出多处恐怖袭击的记忆片段 整理完毕后 马赫连苏醒过来 指挥官坦诚地告知自己的目的 希望他能够协力阻止灾难 马赫连暂时接受了提议 也交代了自己用血液加工的药物 治疗辐射病 但是关于其他药物和药厂的位置 却心有余悸 不想透露 指挥官只能暂时结束审讯 傍晚 AR-15和丹德莱 进入睡梦中的马赫连心智空间 却发现了梦里朵屠杀难民 和替换秘书的记忆 AR-15连忙通知指挥官 然而记忆随着马赫连苏醒而消失 指挥官联系帕斯卡询问此事 帕斯卡也无法定论 却不经意间透露出了 格林娜病情加重的消息 指挥官联系安杰 共享了这些情报 安杰打算以格雷为突破口 让94看出莱特 背着斯大西跟踪货品来源 死人连夜行动 追溯到与格雷有关的一处货品仓库 果然出现了涅脱的踪迹 而PK-16关闭安保系统 众人潜入仓库 行动过半却突然暴露 激烈的战斗使AK-12重伤 硬途突然全体撤离 格雷带着大批安保人员和警察赶到 封锁现场并试图扣押安杰 好在莱特和94及时赶到 以斯塔西直权接走了安杰 稍晚时分 格雷将设施的人民灭口 并下令帕拉第四突袭安杰的公寓 莱特和AK-12击杀掉第一波潜入者 然而敌人的火力压制不断 信号屏蔽也无法联系外界 正在此时 RPK-16从楼下炸毁天马板解围 但仍然难以摆脱追击 莱特提议与AK-12一同牵制 AK-12将队长权限交给RPK-16 RPK-16懈怠安杰逃跑 反杀失败的帕拉第四 进行了丧心病狂的攻击 RPK-16一人也难以招架 正在此时 AN-94和AK-15及时赶到 将两人救责 而AK-12所在的楼层 发生了更大的爆炸 斯塔西的增援赶到 信号频密解除 格雷芬通讯接入 指责安杰行动过于冒紧 如果帕拉第四幕后的预谋成功 破坏程度远不止此 甚至远超别斯兰恐怖事件 而这番对话 触及了安杰童年的创商记忆 通讯不愉快地结束了 安杰再次找到雷奥尼 将自己预袭一事作为警告 帕拉第四什么都干得出来 只有跟随自己才能不被灭口 承诺派遣斯塔西保护他 雷奥尼态度转变 将可控性坍塌昂花的研究 透露给安杰 安杰随即预约了格雷研究所的诊疗 借此与他对峙 两人在火药味十足的对话中 完成了意志修复 安杰问到了关键之处时 被格雷预先准备的麻醉剂麻痹 格雷正打算帮走安杰 埋伏的AK15和AN94 炸毁墙壁突入 格雷娴熟地通过暗门逃离 安杰感到大事不妙 连忙向疗养院回访 果然加拉提亚疗养院 遭到了帕拉第四的围攻 J带领的斯塔西根本不是对手 RPK16带着雷奥尼逃到地下室 防线即将被攻破时 安杰和莱特支援赶到 成功结尾 然而地下通道中 RPK16无力抵挡白涅托的袭击 雷奥尼早已遇害 所有的线索都被切断 仅剩下的突破口只有马赫连了 另一侧 格雷芬联络了指挥官 马赫连预言的一部分正在发声 格雷芬将其他坐标发来 让指挥官尽力阻止 马赫连听到对话 是否是命中注定 指挥官带领三只小队一同出发 果然在地铁站和格雷枪 发现了预设的炸药和渗透的帕拉底斯 马赫连还协助拆除了 带有信号平地的炸弹 而格雷枪外的白色部队得知计划受阻 在纳西斯的率领下 凶母的进攻格雷枪 指挥官利用地形优势和出色的指挥 艰难防守击溃了帕拉底斯部队 而在第三站伯恩村 众人来晚一步 被剩余抛弃的村民们 打开阿医所之辖自我感染 坦塌辐射快速扩散 迫使众人撤离 撤离途中 遭遇了与马赫连最亲近的小女孩艾尔莎 而艾尔莎早已感染严重 活生生死在了马赫连的怀里 马赫连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 至此完全相信了指挥官 埋葬艾尔莎后 指挥官决定 先处理完最后一站监狱 再去调查制药厂 赶到柏林监狱 果然安保系统已经被破坏 犯人突然发生暴动 三支小队只能尽可能减少损失 清理了白色部队 同时拆除尽可能多的阿医所之辖 鉴于一程结束 安杰的通讯截律 穷途末路的安杰 打算把马赫连要过来亲自审问 被指挥官拒绝 两人就马赫连是不是茉莉朵 产生了激烈的争执 安杰震怒地挂断了通讯 稍后 安杰冷静了下来 所有的行动都被抢先 也没有任何途径联系格里芬 现在只能去命连瓦的猫头鹰 寻找情报 抵达酒馆制服了 拒不配合的线人后 AK15找到了酒馆的暗示 这里仅剩一张打满标记的地图 而在高级住宅区 写有安杰名字的圈内 正是威廉的洋房 安杰返回临时居所安排行动 而BK16严肃警告安杰 严管的行动过于冒进 至少要向苏联高层请示 而安杰直到下午 都联系不上老米莎和格里芬 行动被迫开始 莱特率领斯塔西和94 在阳管外侧驻守 安杰、RPK16和AK15从正门进入 进入建筑后 RPK16支开AK15与安杰同行搜索 洋房外的94感受到迪西接近 莱特也与其他两组斯塔西失联 果然格雷突然出现袭击了两人 莱特赶忙通知安杰 而自己的右手却被格雷的利人划伤 94牵制格雷 莱特赶忙冲向洋房 在书房搜索的安杰 接到了莱特的警告 而RPK16就关上了房门 RPK16突然坦言 自己想要成为人类 而只有帕拉蒂斯能够满足这个愿望 原来他才是安杰身边的卧底 安杰愤怒地向RPK16开火 却被他击落了手枪 无尼的制造者 居然没有给RPK16设置底层限制 较凿之际 早已看破不对劲之处的AK15突然出现 拖住了RPK16让安杰逃离 安杰被源源不断的帕拉蒂斯增兵包围 莱特赶到帮帮解围 可是没跑多远被格雷追上 砍断了莱特的左手抓住安杰 AK15与RPK16缠斗到子弹箭底 AK15压制住RPK16 却被回防的格雷阻止砍掉了右肩 格雷的机械结构展露出来 安杰被格雷的尾巴抓住 AK15舍命冲上前去 顶着尾刃的穿刺阳弓格雷 强行救走安杰迫前而逃 土为交战之时 安杰却又被RPK16夺走 格雷赶到彻底重创了AK15 而莱特最后出现 舍命用手雷配合94进行最终的重逢 却在千军一发之际 被RPK16骇入当机 另一色的指挥官 带领三只小队前往药厂 指挥官马赫连和AR小队正面进入 19小队看守外围 404随机应变 进入药厂 这里到处都是搬运的痕迹 而路边出现了许多 马赫连没见过的小型装置 丹德莱也无法骇入分析 马赫连带领众人来到合成室 积极上能运转 突然出现了强烈的干扰 兰德莱直接被切断了感知 而放置马赫连的机床也沉入地底 四周出现大量帕拉第四接近 19小队发现情况不对 跟随AR15的荧光标记进入基地 404前往调查干扰 从通风管道渗入 发现了和聂托一支器类似的小型装置 404开始研究破解 19小队跟随的荧光标记 断在了隔离门前 遇到了莫利多伪装的马赫连 莫利多诱骗19小队向下行进 而帕罗莎在半途察觉路线的鬼 拆穿了莫利多的把戏 莫利多也露出了真面目 纳西斯破墙而入 一场苦战开始 指揮官一行人穿过数个隔离门 暂时甩开了追兵 继续前进与19小队合流 但是前后辖机仍然无法战胜纳西斯 帕罗莎决定让19小队拖延 指挥官带领其他人赶紧撤离 临走前帕罗莎告诉AR15 马赫连背叛了他们 他的肩上留有荧光标记 指挥官与AR小队撤退后 发现地形已经改变 众人迷路之时 熟悉的声音在墙对面响起 马赫连用声音引导众人 打开暗门会合 马赫连抱着制成的血清 而AR15已经无法信任他 关于能否信任马赫连 队内产生了分歧 而指挥官仍然选择相信 AR15用紫外线灯照射马赫连 却发现肩上没有荧光标记 跟随马赫连的引导 众人逐渐看到了光明 而正在此时 梦言般的脚步声响起 莫里多突然出现 机械肢体刺穿了马赫连的身体 大量的帕拉第斯部队赶来 纳西斯从另一侧堵住了去路 突然间通讯恢复 404成功解除了抑制器的干扰 丹德莱瞬间连线 接管了再场帕拉第斯部队 然而纳西斯的浮游刃 却瞬间将所有部队消灭 丹德莱的双目失去了神采 如同雕塑般定在原地 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 大局已定 莫里多嘲讽到 一切的牺牲和抵抗 都是没有意义的 就如同马赫连的死一样 这回关闭上了双眼 一切就要终结于此 绝对不会没有意义 铿枪有力的声音 打断了莫里多的嘲笑 和指挥官的反驳 丹德莱抬起了头 西面的眼睛里 又燃起了不一样的色彩 没有任何人的牺牲 会是毫无价值 因为生者将会从他们的牺牲中 得到更加宝贵的东西 对丹德莱突然做出的行为 众人惊讶不已 A25愤怒地回过头 却在与那双眼睛 视线交汇的一瞬 将所有的咒骂 噎回了喉咙 他看着那双熟悉的眼睛 音调开始逐渐颤了 纳西斯看着 忽然挺身而出的丹德莱 暴怒之中 挥手将周围 所有的浮游人 全部离之 风刃纷纷对准了指挥官 别担心 指挥官 随着丹德莱 甜淡的声音 一瞬间 周围的时间 仿佛静止 无数的飞刃悬定在空中 像是被人切断了卡带的路影 稳稳地定在了原地 神 神龙 我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